跌倒是住院病人以及老年人经常发生的意外事件 轻微的可能会造成擦伤淤青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骨折并且危及生命安全 因此今天的健康1.0就要透过医院的护理人员 带观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住院期间防跌的重要性 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安康院区8H病房护理长纪文真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预防跌倒的重要性 大家常见的跌倒之后会产生的一些合并症 包含了常见的有骨折、关节脱位、韧带损伤 严重者可能会有中风跟死亡的情形 以上都是常见的一个合并症 而跌倒事件位居医院病人安全通报项目的第一位 所以当病人从入院开始 护理人员就会进行跌倒倾向的一个评估 分数为高分者会给予预防跌倒相关的一个护理指导 在护理指导的内容分为了几个大项 尤其是那颗病人合并症更多 所以用药的部分就更多了 项目当中包含了多重用药 多重用药里面包含了 降血压药、利尿剂、缓泻药、安眠药等药物 那在这个时候呢 不可以独自下床上厕所或活动 避免头晕造成了一个跌倒 二、病逝环境的维护 为预防病人自行下床 需将双侧床栏拉起 若要使用单侧床栏的时候 陪伴者务必一定要睡在另外一旁 没有拉起的床栏 那一侧避免病人独自下床造成跌倒 下床活动时 需有人在旁陪伴及扶持 先活动双脚后再改变姿势 那下床后要先双脚踩地板 确认不会透晕再进行活动 并且要穿着宽松的衣服及直滑的鞋子 避免滑倒 若您有需要任何协助 而没有家属在旁边时 请立即以红灯通知护理人员 再来呢就是环境周遭呢 会有陪客椅、床上桌、活动点滴架等用物 需要靠在床边维持走道的宽敞 并保持地板干燥 那在使用轮椅的时候呢 应该要先确认刹车椅锁紧 那脚踏板已经竖起 身体座下肌固定好后 再将脚踏板放下 双脚踩在脚踏板上面 下坡的时候呢 轮椅因反向前进 避免病人前傾 那再来就是睡前饮水 睡前减少饮水量 并排空膀胱 尿壶跟便喷 我们都会放在病人伸手咳及处 陪病者呢 要离开的一些注意事项 包含了离开病人前 应主动告知护理人员后再离开 协助病人沐浴的时候 务必要将所有的用物背期 不可让病人独处在厕所里面 陪病者换班的时候 需要交接注意事项 那再来呢 因为还有儿童的部分嘛 亲子同床时也需要单侧床 使用单侧床栏时 应请陪伴者 睡于未拉起的床栏侧 也不要让孩童 站于点滴架上 推动的时候 容易因为中心不稳而造成滑倒 也不要让孩童在走廊上 或病房内追逐洗洗 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那我们在房碟的路上 维持前进 为安全安心的就医环境 一起努力